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师提供给每位学童两个全等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请学童拼成各种不同的图形 有一些图形如下 甲 正三角形 乙 平行四边形 丙等腰直角三角形 问学童可以拼出哪些图形 选项A 只有乙 B 只有甲 丙 C 只有乙 丙 D 甲 乙 丙 这个题型我们又称作多重是非题 也就是说它虽然是选择题的样貌 但是实际上学生要答题 必须要从甲 乙 丙 个别去判断对或错 所以是好像多重是非题的概念 这一题的类别项度是数学教学与评量 评量目标是考生能否理解儿童有关图形的重组 但不过这一题看似要评量考生能否了解儿童的数学概念 但实际上却是评量老师自己的数学能力 我们举个例子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题目是要考老师能否评估学生的认知 例如如果问正方形是不是长方形的一种 其实对国小低年级的学生来说 他们可能认为正方形不是长方形的一种 或是认为正方形不是长方形 但对私培生来讲他们是知道的 所以如果题目问的是老师去评估学生的认知 那是一种题目的考法 不过这一题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一题虽然问学童可以拼出哪些图形 这一题表面上是问考生能不能了解儿童可以拼出哪些图形 但实际上就是在问客观的数学事实 就是说哪些图形可以被拼出来 所以我们假设儿童具有跟教师相同的能力 这一题其实是这样子的 请各位留意 由于这一题 他题目说是用两个全等的等腰直角三角形进行重组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常见的七桥板来进行思考 其实教学时我们也经常会采用七桥板这个小道具 因为它有各式各样我们常见的图形 这里头两个全等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我们可以用最大的这两个来进行说明 那我们来看选项这三个里面 如果我们把两个全等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来作为各式各样的拼法的话 首先它可以最长的两个斜边会拼成一个正方形 这是可以完成的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其中的一个转过来 那就可以拼成平行四边形 所以这个以的平行四边形也是可以完成的 那这个图形其实在等腰直角三角形是在七桥板里面本身的原始的就可以得到它 所以柄也是可以完成的 至于正三角形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透过这些图形所完成的 为什么 因为正三角形它内角是60度 如果我们采用原来既有的这些图形的话 我们发现它所有的角就只有90度跟45度两个组合 它们是没有办法组合成正三角形的60度的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乙跟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